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节的第五个考点 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那么这个回函的可靠性呢 是基于我们之前已经发出了寻证函 发出去的寻证函有几种呢 大家注意在上一讲我们说到了有三种 第一邮寄 第二根函 第三电子形式的函证 也就是以邮件方式 那么回函的可靠性问题呢 请大家看我发出去收回了 收回了我要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那么就有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下发出去的 那么分别在每一种分别评价 这是一个思路大家注意 当然呢我们收回的寻证函呢 我们打开寻证函的内容 可能有一些限制性条款 这个限制性条款呢 有影响可靠性 有不影响的 还有呢 我们发出去的寻证函收回了 对吧 收回了呢 我们 被审计单位 就是说我们左手 被审计单位的账面的 我们从第三方收回的 和这个账面的有差异 我们也叫不服事项 这个呢 也是收回寻证函之后 我们要可能有差异的情况 当然呢 大家注意 我们发出去的寻证函可能没收回 没有收回怎么办 好 是不是要接着来跟进再发函 如果还没收回 是不是要考虑替代程序 或者替代程序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对吧 好 当然在这个收回 发出收回的过程当中 有5B的迹象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应对呢 这个有六种应对 有六种程序 或者从六个角度 对的 所以我们说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就是要想得到 寻证的方式 我们发出的方式有三种 那么我们这每一种 怎么来评价 总的来讲 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啊 就是第一个问题 大家来看 怎么来评价 从哪些角度来评价呢 过程 怎么过程呢 对寻证的设计 发出收回的控制 就是说寻证这个过程 是不是住的关系是在控制 言外之意呢 有的时候 我收回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直接收回 是由被审计单位 转交给我们住的会计师的 那么从寻证这个审计程序 审计准则的角度来讲 是不可靠的 注意啊 由被审计单位 转交给 我们CPA的 属于不可靠的 所以我们说 怎么设计 怎么发出 怎么收回 这个全过程要控制 第二 被寻证者 被寻证者 他的能力 独立性 授权回函的情况 以及对寻证项目的了解 和客观性 这个是高度概括的 好 第三呢 就是被审计单位 施加的限制 或回函中的限制 这个限制性条款 待会就打开 那么 从审计准则的角度来讲 我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从哪些角度呢 这个内容是非常概括的 言外之意呢 是咱们自己啊 想不出来的 你说你 你很认真 很刻苦 你去想一想 我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我要考虑哪些方面 这是要背的 就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过程 第二个是被寻证者 第三个是限制性的问题 好 那么在这三个要素当中 老师刚才讲了 你考虑的因素是三个 其实寒证的方式呢 有三种 那我们就要各就各位 比如说邮寄方式 那我怎么来评价 回函的可靠性 比如说第二种 如果咱们采用的是 跟寒的方式 我也取得了寻证函的回函 我怎么来评价 回函的可靠性 第三种 我发出去的寻证函 是电子邮件的 那么收回来了 我怎么来评价 电子邮件回函的可靠性 所以实际上是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当然抽象来讲 考虑的因素是三个 那么具体到 每一种形式 各有各的不同 好 那么邮寄方式当中 大家注意了 这里面就要被关键词 一共有五点 请注意五点 第一种 回函可不可靠 第一是原件吗 注意要寄关键词 但是你一个字不落 寄下来寄不下来 是原件吗 寄原件 第二 直接交给 寄给住的会计师吗 因为我们发出去 邮寄方式的寻证函 我们的地址 当然电子邮件也是事务所 邮寄方式也是事务所 直接寄给住的会计师 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有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他就讲一个故事了 请听 就说我 我ABC事务所 审计甲公司 甲公司 我ABC事务所 审计甲公司 但是我被寻证的 甲公司的一个客户 假如说是W公司 他和甲公司在一个办公楼 这个甲公司 我审计的客户在24层 那个W公司在25层 你说有没有可能 那然后呢 我们 我们向W公司发函 就是甲公司的客户 就发函呢 W公司知道我们 寓证的内容是甲公司的 然后呢 他在楼上 甲公司在楼下 然后呢 他就 就没有 寄快递 他自己也把这个 寻证函填好了 就交给了甲公司 甲公司呢 就交给了我们 宿所 你看现实当中 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考场上 那这个大家就要 就要理解了 这故事讲的合情合理了 对吧 那么从审计准则的角度来讲 只要是由 被寻证的单位 转交给宿所的 转交过来的 都属于不可靠的 或者不能视为可靠的 好 你说合理 这个有接地气 很合理 有人情味 不行 这个是大家考试要注意 别上道 那怎么办呢 他说 那你注册快递 是可以要求 被寻证者 爱你请 这个W公司 把这个寻证函 寄给 直接回复 跟我们诉说 有的时候 这不是很矫情吗 这个 这个准则在实施的时候 他要求 对过程的控制 因为你有被寻证单位 转交 那么这个过程 就控制不了 有的同学说 寻证函 这个邮寄的 就是一个信封 快递 都包得很严实 根本就没有拆开 那么我们拆不拆开 打没打开 这些问题 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好 第三 第三我收回来了 原件 直接到了 我是原件吗 是的 直接到我注册快递 守着吗 是的 好 那么 这个回函的原件当中 因为你是邮寄方式 你的快递 信封里面写的 发件方式是谁 对吧 信封中记录的发件方的名称地址 是否于韩正中记载的名称地址一致 那这个有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 我韩正的当中 假定说我是W公司的 W公司在哪个地方 但是呢 我回韩的邮件呢 有很多邮件啊 很多是 不是W公司的地址 它在同一个地址 在考试的时候 你注意 他说这个话都是有 有所指的 对 假如说你W U V 你三个公司啊 三个公司 你都 都是我们Base 你单位假公司的客户 我都发函了 应该说回韩呢 这个W公司 U公司 V公司 不在一个城市 可是呢 这个回韩的地址 都是一个地址 就相当于一个第三方 帮它回韩 对吧 那你就注意了 那你这个过程 也是没有控制了 我们要求呢 信封中记录的地址 和旋证中记录的地址 是一致的 邮戳呢 也是要看 信封中的地址 就要看邮戳 邮戳的地址 是不是多封 回韩的地址 指向同一个情况 大家注意 就相当于有一个 有一个第三方 专门来帮它处理 而不是 这个被寻证者 UVW亲自回韩 不是他亲自回韩 就意味着 你这个过程 又没有控制 好 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问题呢 是会考简答题的 简答题的 它是要讲故事的 那讲故事呢 你也看得出来 根据他的 这个信封中的记录的 收件方的名称地址 邮戳的地址 这就可能显示 这个过程没有控制 还有 印章 印章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就会说 哎呀 我收到了 学生的回韩 它是韩镇的银行 但是这个章子呢 跟以前 我们上一年 审计它的章子不一样 所以注册会计师的眼睛 他还看得见东西 保持职业欢迎 哎 或者说看不清楚 这个章子不清晰 咱们在连续审计 假公司的情况下 我每年都要去韩镇嘛 那么韩镇 这个假公司的 某一个银行嘛 那个怎么地址 或者是说 这个章子不清楚呢 当然我们就发现了 有可疑点 那就就询问 询问贝审计单位 哎 贝审计单位 或者询问这个银行 银行去做一通解释 一通解释 我们后面有简答题 大家记得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 我就要进一步的去 从贝审计单位的 其他邮件当中 其他的文件当中去确认 或者是我已经可疑了 那我要去亲自 要去与这个被寻证者 比如说这家银行 联系 核对 对 因为这就是不可靠了 不可靠 好 一共有五点 大家注意 每一点都可能成为 单选多选 或者成为简答题的 一种 出题点 第一个原件 第二个直接交给注册 第三信封中的名称地址 第四信封中的邮戳 以及是不是出现同一个地址 收回来多封这个邮件 还有印章 邮寄方式的 更含呢 由于它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被神尼单位 被神尼单位同意我们 独自前往 还有呢 他陪同我前往 因为跟含的方式 在被神尼单位 他同意我独自前往 第二 就是他陪同我前往 这个 被寻证者 一般都是银行 那么我们要评价 我回韩的可靠性 主要是过程 第一个了解 比如说是 韩正银行的账户 然后呢 被神尼单位的财务人员 或者是他的会计呢 陪同我前往 那我就了解 这个银行 处理韩正的通常的流程 和处理的人员 就是说 一般在哪个柜台 哪些人来处理 他的流程是怎么样 第二呢 要确认这个人员 和处理的权限 进行观察 第三呢 要看 我们韩正实际上 从第三方来核对的意思 他有没有核对 是不是 他是按正常的流程 有没有这个核对的 打开这个系统 有没有核对 而是不是 简单的 我跟韩的时候 要韩正的事项 他直接盖个章 那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要观察 他有没有在这个系统里 或者这个记录中 去核对的过程 我们不是简单的 盖一个章 就拿回来的过程 对 好 第三种 由于我们发出去的 巡证函 有邮寄 跟韩 电子邮件 所以第三种 当然也有评价 电子邮件回韩 回韩的主要 第一个问题 就是确认 发件人的身份 是不是我要巡证的 假定说 我韩正的是 是这个A 回韩的是B 那就不是他 就是第一个 确认发件人身份的技术 我要有控制 比如说加密技术 电子 数码 签名 还有网页 真实性认证 比如说 这个电子邮件 要给他一个密码 通过这个密码登录 他才能够打开我的邮件 而且过了60秒 这个密码就失效 假定 等等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一句话 确认发件人身份的技术 是不是 我要韩正的这个人 他回韩给我的 第二 如果有疑问 就与被巡证者联系 可能不是他 不是他 要跟他联系 核实回韩的内容和来源 有必要的时候 要通过电话联系 还有呢 就是说我这个 有疑问 电话联系了 我还觉得不可靠 那我要求被巡证者 不用发邮件了 提供回韩的元件 对吧 提供回韩的元件 当然如果有舞弊的话 我亲自前往 这个被巡证者 去进一步确认 在后面 如果有舞弊的迹象 怎么就应对 有六种 六种应对当中 就说 如果还有舞弊的迹象 我前往被巡证者 所在地 对吧 就这个 虽然我发过邮件 收回了邮件 但是我对这个邮件的 发件人的身份 以及 这个过程 不可靠 那么我还要做 进一步的程序 好 那么在审计当中呢 口头询问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口头回复 是不可靠的 大家注意啊 我在这个整个的 含着过程中 我可不可以 给被巡证者联系呢 询问一些问题呢 这个可以 但是口头回复 不符合 在考试的时候 他就会讲故事 接地气 那么回函呢 他是通过语音留言 对我们巡证函的事情 他一一留言了 这个不算 那就算口头回复 有的东西说 我 他微信有留言 语音留言 然后呢 我再去 有文件的 可以 这个过程可以口头回复 最终呢 不能 紧靠口头回复 不是说 语音可以留言 你过程留言 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最终 是要形成什么 书面的 你既有口头 然后呢 口头说了一遍 书面的也是一样的 那没问题 就是说紧靠口头回复 是不能作为可靠的 不是说中间 不能口头回复 两回事 对吧 好 那么围绕 刚才讲到了 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考虑的因素啊 刚才讲了 考虑的因素 真的是要被 你自己体验一下 不被你想不出来 那么在审计学习的时候 大家可以找到一种感觉 只要那个问题 老师说要考的 很重要的 我去想 想不出来的 我只有一个办法去背 就是考虑因素三点 然后我具体这三点的运用呢 是邮寄 跟函和电子邮件形式回函 评价它的可靠性 好 那么接下来 这种题呢 你就防不胜防 一箩筐可以给你 比如说12题 请看题 项列各项 通常不影响 寻证函回函可靠性 那就说有三种是影响的 比如说选项B 寻证函发出或收回的控制 这个过程我要控制 如果这个控制情况 我没有控制 比如说转交给我的 那有影响吧 这个是有影响的 限定一条款呢 有的有影响的 待会这个考点会展开 被寻证者如果说是观点方 他可能不客观 这个被寻证者 我们要看看能力 客观性 意愿等 对我寒证思想的了解 实际上他偷偷的在考什么呢 偷偷的在考 我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我把这个三个可靠性的问题 用这个BCD来回答 在我们回函可靠性的问题当中 什么时间回函不影响可靠性 回函的时间 跟寻证函的可靠性 没有关系 所以他是正面来说 正面来说什么呢 BCD是影响回函可靠性的 A是不影响的 是这个意思 话说回来 这个BCD的背后呢 有一个考点很难要背 他是评价回函可靠性 要考虑哪些因素 他永恒要考 OK 好 那么咱们在解析当中 就把这个三个因素 要背的给大家 再一次写出来 所以你在看这个讲义啊 或者轻松过关义啊 你就看这个题目的解析的时候 其实又在跟你温固考点 提出问题 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抽象的讲 有三个角度 但是呢 老师要问你哦 他的寒证的形式啊 有邮寄跟寒和电子邮件 他们分别怎么来评价 又是一个考点 知道吗 好 评价回函的可靠性 第一个控制 过程的控制 第二个 被寻证者 他的能力 独立性 授权回函 以及对我了解的事项 以及客观性 这真的要被 第三个就是限制 好 刚才说到了 回函的可靠性 有的 有限制性条款 影响我的可靠性 那么影响我可靠性的问题 和不影响可靠性的问题 这里面就有一个判断 那作为我们在备考学习的时候啊 你就注意 不是你认为 影不影响 我们等于说 审计 准则 应用指南里 举例了 所以这个常见的举例呢 你肯定是要对的 有影响 那我就怎么办呢 哪些有影响的 大家注意 老师给你写了关键词 本信息是从电子数据库中取得的 就是说我韩正 我在神经 ABC神经甲公司 我韩正甲公司的客户 或者韩正他的供应商 他回韩了 他说我给你回韩的这个信息呢 是从电子数据库中取得的 可能不包括 如果你需要问的全部的信息 这个是要背的啊 要背 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背的啊 老师说要背的 那是真的要背的啊 好 这个你怎么办 如果回韩的有这么一句 一个限制性条款 那你就说 影响回韩的可靠性 那怎么办呢 好 那我怎么办 我就要实施额外的和替代的程序 这是你要会说答案的 这就是考试的时候描述 然后问你是否有影响 你答案 有影响 怎么办 可能执行额外的和替代的程序 举一反三 第二 你回韩的信息 他可能写上什么呢 就说本信息既不包括 既不保证又不保证 那就是有影响的 他明确的说了 可能不包括 你要的全部不保证 不保证 他已经明确的说了 对吧 你说有影响 那怎么办呢 一样的 第三 你接受人不能依赖 韩正中的信息 他已经明确的说了 叫你不依赖 这个就说明 回韩的可靠性 已经受到了影响了 咋办呢 一样的 我执行额外的替代程序 在必要的时候 要求被寻证者澄清 或寻求法律意见 总之 三种情况 是有影响的 这三种 所见即所得 重挂得挂 你肯定要掌握 然后这三种当中 如果出现了 他问你怎么应对 你的应对是执行额外的 或替代的程序 以及在特殊情况下 你要求被寻证者澄清 或寻求法律意见 你就应勿学舍 这个内容是要考的 大家注意他们的关系 那么任何一种限定性条款 影响可靠性 我的办法 两个 对吧 这是三种 这是两句话 好 请看 我们寻证呢 它是一个准则 它背后呢 有它的应用指南 以及审计准的问题解答 第二号 很实物性的 所以它的考点呢 就比较 比较 多了 或者是说 是一条项链 老师给大家拎出来了 这条项链 请看 我寻证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决策 第二个问题呢 设计寻证击击消极 积极有名 列明不列明的 第三呢 发出去 当然发出去之前 要核对信息 然后呢 用不同的方式去发出 有发出就 就有收回的不同的形式 请注意 这个回函的可靠性 这一块 是蓝点 回函的可靠性 我要评价 考虑三个因素 有三种方式 分别怎么考虑 这难得不得了 这绝对是蓝点 大家要有耐心学习的 刚才老师讲了 好 限定性条款呢 注意 限定性条款 有影响的这三种 那有影响的三种 我怎么办呢 两个程序 接下来 我回函收到了 是可靠的 没有限定性条款 但是有差异 好 这就是这个考点 这都是要考的 每一个 框框里面要考的 好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呢 第七个考点 回函差异 当然呢 在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会说 回函 不符事项 注意 不符事项 就是回函差异 这两个可以等同 好 OK 好 回函差异 这个知识点呢 表面上在这里写着 实际上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在审计实务当中 是很严肃的 就说我回函有差异 接下来做这块 就是该怎么处理 不能说 我想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他有思路 他的思路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调查原因 调查原因 调查什么原因呢 如果有不符事项 是写错了 那就更正呗 他最担心的就是舞弊 这个原因当中 就担心有舞弊 这是大家要看透的 第一个 调查原因 请注意啊 那么考试的时候 他就喜欢说 有差异 直接要求 被证定单位的调账面 No 第一个问题 不是调整账面 而是查原因 担心什么 担心有舞弊 好 这个就说完了 但是呢 我们审计当中 很多的时候 不是百分之百的 来审计的 我们等于说 举个例子 在我们第九章 第五节 或者是 在我们第四章 第三节 会讲到有什么问题呢 应用账款 假定说 根据教材 就第四章 第三节啊 他有多少个账户呢 假定说 我有两百个账户 两百个 明细分类账 那我是不是全部含证呢 不是的 所以我就采用了抽样 在应用账款 含证呢 我们采用了抽样 那我抽了多少个样本呢 假定二十五个样本 我两百个账户 含证的二十五个 当然我抽样是要设计的啊 样本设计的 这个问题是第四章的问题 总之呢 他没有全部含证吧 对 没有全部含证 那你含证二十五个当中 回含有 假定说 有三笔差异 那你就要知道了 我这个三笔差异 我当然要调查 原因是不是 有没有舞弊 还是错误 那我就想 我心里就打鼓 我两百个账户 我是含证二十五个 有三笔 那我还有多少啊 我还有一百七十五个账户 我没并没有含证呢 是不是 所以 第二 第三句话 如果在抽样 审计抽样的情况下 我还应当 如果不是审计抽样 我就不讨论 我还应当什么呢 考虑 我含证测试 未覆盖的剩余部分 所以这三句话 一二三 一是什么 应当调查原因 二是什么 我担心 是不是有舞弊 第三 如果在审计抽样的情况下 我还应当考虑 含证测试 未覆盖的剩余部分 言外之意 我要不要扩大样本 我是否要扩大样本 或者是增加样本 或者是扩大范围 这是自然的一个逻辑 对的 关于回寒差异呢 老师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归纳 成前起后 同时我们来看 回寒差异呢 其实对于寒证来讲 就是说我注册快递师的寻证函 无论是邮寄 电子还是根函 被寻证的信息 注意啊 信息 被寻证 指被寻证者提供的信息 就是相当于我收回的 于寻证函要求确证的信息 翻译一下 这就是我填在寻证函 发出去的 和被寻证函 提供的信息 就是收回的 我发出去的 和我收回来的 不一致 什么叫回寒差异呢 请注意 要求他确认的信息 是我发出去 我们注册快递师 发出去的寻证函里面的 这个收回来的呢 是被寻证者提供的信息 他是从第三方提供回来的 二者的差异 或者与被寻证单位 记录的不一致 信息不一致 总之呢 我收回来的 给我要求他去核对的 还有跟被寻证单位的 记录的不一致 那么在这里强调谁呢 强调被寻证者提供的信息 对 这句话 被寻证者提供的信息 和我发出去的信息 要求他确认的信息 或者是与被寻证定单位 记录的不一致 这种语言呢 我们也要训练自己 那这种不一致 理论上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 写错了 就是说被寻证者的 记录错误 他写错了 第二呢 被寻证定单位 需要被寻证定单位 可以调整的 第三呢 舞弊 可能显示舞弊的迹象的 那么我很担心 舞弊的迹象的 为什么 因为舞弊是一种 故意的行为 舞弊的背后 还意味着什么 要么是串通 要么是临驾 同时呢 舞弊不会孤立的发生 所以舞弊的问题 也特别应对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比较评价 回寒的差异 有可能 理论上 有可能显示 被寻证定单位 账面记录 有错误 有可能显示 这个一个是错报 一个是我显示着舞弊 要么有错误 要么就是有舞弊 你有差异吗 我要调查原因 可能显示 可能显示有错报 甚至这个错报 可能是舞弊 大家注意 舞弊属于错报 错报包括错误和舞弊 舞弊只是故意的行为 错误也是错报 它不是故意的行为 是无意的行为 对吧 对 那这个错报两个字 错报包括 错误和舞弊呢 这个内容 在十三章第一节 如果小伙伴们 你手头上有轻松过关衣 你就翻到 十三章第一节的 第一个图 就是说错报 包括错误和舞弊 它这个里面 大家注意 林基础的同学 你学到这些内容 你学到这些内容很难受 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夸张级 对吧 你还是学第三章 它已经讲到后面去了 你挺不容易的 对 你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要坚强的 继续看一下去 好 如我们在前面 讲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 应酬账款的 寒震的时候 肯定不是百分之百 对于上次工资 财务报表审计 寒震应酬账款 怎么可能是百分之百 每一笔都寒震的不可能 我们就很可能就是抽样 那么抽样的时候 我们寒震的 这个差异是样本的差异 注意啊 这个不懂 装懂啊 他已经在讲 第四章第三节 比如说老师刚才跟你讲了 你200个账户总体 我选多少个 25个 有多少个测报 三个 这三个测报是哪里的呢 样本 你这个差异是样本的差异 OK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笼统的讲来 我这个样本的错报 每一个我都要查原因 这三个错报 三个不一致 我都要查原因 是错误呢 是记录错的呢 还是舞弊呢 对吧 好 那么查原因以后 你就想 你傻傻的想 我选寒震25个 你一起上 有三个错报 我的天哪 那还有 还有一百七十五个 没有寒震的犹如错报 我自然要这么想 所以我要寒震测试未覆盖的 我要寒震测试未覆盖的剩余部分 就意味着我25个样本不够嘛 根据回寒的结果 这个被寒震的单位 印象账款 这个存在错报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我一定要 我就要 这个不够 怎么办 我们要增加嘛 增加样本 当然寒震多少个 这都是寒震 我们在抽样的时候的一个样本设计了 好 请注意 可能呢 你有差异 有不一致 对吧 结果呢 是记账错了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不表明存在错报 是由于寒震时间导致的 诶 是他写错了 这个事情都是真的 他写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表明他存在错报 对吧 好 这个表明错报 不表明错报 我们都要搞清楚 那刚才讲到的呢 就是说我实施寒震的时候 账面的记录和第三方回寒的记录 有时间差 他最典型的就是印售账款 印售账款 登记肉账的时间导致的 这个内容在哪里呢 这个内容是老师把第九章 第五节的内容放过来 给你做一个交代 这是一个夸张节的 这个内容本身在第三章 第三节没有 但是你要解释这句话的话 你得举例呀 所以第九章第五节内容 就是我们销售与收款 业务循环的时候 我们被审计单位 我们ABC审计账公司 是不是 ABC事务所审计账公司 我现在审计的是假公司的 印售账款 假定我审计二年度的财务报表 好 那么我审计假公司 假公司的印售账款 其实就是假公司的客户了 对不对 假公司的客户 因为假公司的客户 假定说W公司 这个假公司的把产品提供 或者劳务提供给W公司 W公司是假公司的客户 假公司的客户 W公司 对吧 是不是这个逻辑 那现在我做的管理是来审计假公司 现在我审计的是应收账款 那我就要对假公司的这个应收账款 我要设计 含证的对象 对吧 W公司是一个重要的客户 我发含寻证 好 我们注册会计师呢 是要含证W公司 W公司此时变为我的含证的对象 或者被寻证者 被寻证者 所以大家这个关系 自己告诉自己 这个是搞得清楚的 对不对 好 它的主题是什么呢 大家看啊 是我右手ABC 审计左手假公司 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审计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当中的第九章 销售与收管业务循环 那么我要查收入是不是真实的 我要从第三方去含证应收账款 如果应收账款是真家伙 我A的收入 还还是那么回事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W公司呢 就是我ABC事务所要含证的对象 而且呢 是我们从含证这个程序来讲 它叫被寻证者 OK 它有画面 对吧 好 问题来了 请看 我现在呢 含证W公司 因为 贝斯尼单位假公司说 W公司 他应收W公司多少呢 假定说应收他1000万 诶 我们 含证的信息是1000万 但是这个W公司 在我含证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付款了300万 所以你回含的结果呢 是700万 这不是有个差异啊 被寻证的应收账款 假公司应收W公司的1000万 但是呢 W公司呢 回含的结果是700万 中间有300万的差异 那这个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就是我们注册会计师啊 前列 这个被寻证的信息是1000万 的时候 这个过程 我发出去行政行的过程 他已经付了300万 所以这个就不是错吧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的同学说 真巧 是的 无巧不成书 对不对 这个差异是由于 含证程序的时间安排 导致的 什么时间安排啊 哦 我去含证的时候 假公司应收W公司1000万 结果呢 你在发售行政行的过程当中 W公司秒负300万 对吧 他秒负了300万 所以你回含是700 你含证的是1000 有差异300 我要调查原因 这300是怎么回事 对吧 好 第一种 客户已付款 而非证 他的印刷账款应该借一笔 借银行存款300 但应收账款300 他还没账上处理 这个没有错报 虽然有差异 但并不表明存在错报 yes 第二种 第二种 大家注意 这个是教材第九章 第五节 他说的是第三章 第三节 他夸张级 讲的是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 对 好 第二个 被审理单位的货物已经发出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对外提供老品 他发给W公司了 W公司呢 他没有收到 就没有做应付账款 W公司还没入账 但是我根据合同协议 我们的货物只要于出库 就算我销售给你了 东西还在途中 你没收到 你没有借原材料 带应付账款 当然增值税我就不说了 我们做了应收 所以呢 假公司做了应收 W公司没有做应付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含证 那么这个不算问题 对吧 不算问题 但是到底有没有问题 要看一个什么呢 大家结合销售与收款循环 收入确认 如果我的销售的合同的条款 回帝 货物一发出 就是你的了 销售已经成立了 那么这个就没问题 如果说 这个销售合同的条款 是指客户签收了 我才能够入账 那就说明 我们被审计单位提前了 对吧 请注意啊 这个结合销售的十点 对吧 销售的十点 好 第三种 ABC事务所 审计甲公司 2002年的财务报表 然后呢 他的客户有一个W公司 我韩正他 韩正他呢 我们甲公司呢 就是寄了应收账款1000万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 这个W公司呢 他只寄700万 因为还有300万 他说要退回 那么这就是退货债图 是不是 那我有差异 但并不表明 这是一个应收账款不存在 那我要进一步调查 这个退回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确实是退回 那BESC的单位 要做销售退回处理 对吧 那并不代表 应收账款 账面寄了1000万是假的 1000万是有 但是有300万要退回 那么我1000万 要跟进 这个1000万 要不要冲销300万 好 这是退货债图 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呢 你正在寒症的过程当中 对方呢 他只承认700万 你寄了1000万 因为300万退货 第四种 客户对收到的货物的数量 质量 价格有意义 巨付 和跟第三一样的 那我们退回也好 巨付也好 都要看销售合同的条款条件 对吧 所以通过不符事项 我们要调查原因 然后有没有可能是舞弊 有可能是错报 有可能不是错报 那么也就是说 我要具体分析 或者是说 要进行展开说明 看不同的情况 对吧 那这个问题呢 是在教材的第九章第五节 一定要跨章节来理解 否则在第九章放着 就没说透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 和第九章第五节连在一起 就透了 就通透了 OK 好 各位同学呢 在审计考试的时候 他还有可能这么问我们 请看 他说 你应收账款是多少呢 1000万 回函的结果呢 是10202万 你看啊 有差异 只有2万 我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 250万 我财务报表整体的是 那个杯子是500 实际执行的是250 你看 我明显微小呢 是15 你看 无论从哪个角度 这个差异是2万 是不是 2万是不是小于 明显微小 错过到临界值15万呢 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二 回函有差异 金额很小 低于明显微小 错过的临界值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忽略 No No 这一定是一个考点 那怎么答呢 因为我们含证的是期末余额 或者这笔业务增减变动后的金额 它可能是什么 大家注意啊 方向相反的大额差异正负相抵的结果 你既知道可能这么出题 还知道他怎么把你带到沟里去 你就要从沟里爬起来 这就是答案 回答问题的理由 你说不恰当 小额的差异也可能表明错吧 理由是什么 小额的差异可能是方向相反 大额差异正负相抵的结果 哎呀 这句话简直像 失词歌赋了 你就一定要背了 第二 如果回函的样本中存在错报 注意 比如说 我25个样本 三个存在错报 注意 这里面要注意了 我每一个错报都要 每一个错报都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是第一 每一个样本的错报都要查 同时有可能会扩大含症的范围 这个内容是第四章第三集 第四章审计错样方法 在第二节控制测试等等运用 第三节在细节测试运用 它就是夸张节的 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在下一章第三节要讲 第三 应收账款回函差异 需要结合我们销售合同的条款 比如说 我们说客户签收 我这个合同的条款是 客户签收 客户的利益才能保证 举例啊 这是某一十点的收入确认 某一十点入账时间 这个问题第九章第五节 所以老师给你 把这个教材的不同的地方 给大家自己 打通 你就可以轻松了 要不然总有很多地方卡着你 知道吗 好 刚才我们讲到了 收到了回函吗 收到了 可靠吗 可靠 现金条款有吗 不影响 那么现在是收到了回函 有差异 差异怎么办 大家都知道 调查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舞弊 对吧 然后呢 有没有可能不是 错报 如果是错报 我怎么办 回函可靠性 是考点 难点 现金条款 是考点 不难 回函差异 一定要知道思路 这个地方一定要举例 否则听不懂 否则教材 你看看不理你也不懂 他在说啥 对吧 好 请看这个寒症的过程 我收回了吗 没收回 没收回 也是一个点 对吧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 如果没收回 我怎么办呢 好 在合理的时间内 未收到 急急事寻生函 我们往往说 未收到回函 注意啊 未收到回函 指的是未收到 急急事的 这个大家要接受 不要矫情 有的朋友说 消极的呢 消极是这样的 消极的寻生函 我在设计的时候 是有严格的条件的 它要满足 2加2 4个条件 急急事的寻生函呢 无论yes和no 都要收回的 消极的寻生函 是no的时候 收回 yes的时候 不收回的 所以未收到回函 咱们在行业里面 在CPA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都知道 是没有收到 急急事寻生函 回函 咱们把它 做一个常识 不要在这里 钻牛 钻牛叫肩 好 未收到回函 那么 从 驻者快递师的角度来讲 第一步 要不要跟进 什么叫跟进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接下来要采取行动 什么行动 可能再次发函 如果又还没有收到回函 我要采取替代程序 第一是 跟进 再次发函 第二是 替代程序 但是 有的时候 替代程序是搞不定的 请注意啊 那么不是一刀切 只要没收到回函 我就做替代 然后做替代程序 发现没问题 我就是说 ok no 这个叫 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 不可以的 好 在这里有两句话 未收到 那么第一句话 予以跟进 跟被寻证者联系 予以跟进 必要时 再次发函 有可能 还没收回 做替代 就是说 可以联系 被寻证者予以跟进 第二呢 再次发函 第三呢 替代程序 他有 蹦叉叉 他说话 不能说 没收回 替代程序 最要不能 不能说 如果未收到回函 我应当做替代程序 错了 未收到 我就要跟这个 被寻证者联系 有可能是什么呢 被寻证者忘了 这个邮件 这个邮寄的信封 他没打开 跟进 予以跟进 然后呢 如果说 联系不上 或者是他也不理你 你再次发函 如果还没收到回函 替代 这是大家注意三句话 你的思路 这三句话 就是你的先后逻辑思路 OK 那我跟他联系的时候 可能啊 我跟他 不是予以跟进吗 我可能发现 哦 我们填了地址错了 或者说被寻证者 他已经 他已经 从深圳移到了东莞 对吧 开玩笑啊 像华为 他很多的工业员呢 就从深圳移到了 这个东莞 好 大家重新核实 原地址的准确性 并再次发函 英武学舍啊 如果未收到替代程序 好 替代程序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应对所有未回寒的样本 实施 只要是样本 每一个差异 我都要调查原因 每一个未收回 收回的这个寻证函 我都要替代 因为我本身是从总体当中 差一部分的啊 所以我要根据这个样本的结果 去推断总体的 所有未回寒的样本项目 实施 而不能选一部分 注意 如果要做替代 所有未回寒的 我全部要做替代 好 但是替代程序能搞定吗 注意啊 这是一个难点啊 既要考也是难点 大家要学会表达 因为我们肚子里没有 我们理解了 听了老师的课 哎 理解了 但是我说不出来 在这里还要说出来 在某些情况下 他有审计当中的语言 他是翻译过来的 如果认为 取得几一几式寻证函 回寒是 获取审计证据的必要程序 什么叫必要 非他莫属 非他 非你莫属的啊 没有他活不了的 对吧 必要是 比如说我们每天起来 必要的有什么 有的时候 一死巨型 必要的就是空气啊 对吧 必要的空气是不是必须品 肯定是啊 所以我们说 积极是寻证函 是 如果说收回是必要的程序 那么 不能 替代程序不能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 啊 那是什么呢 非他莫属的是什么呢 两种情况要被 第一种 两种情况 这都是翻译过来的 不能我们随便说 说的就吃不达意了 第一种 可获得的作证 管理层认定 只能从 贝斯尼单位 之外 因为贝斯尼单位 内部的信息不可靠 外部独立来源呢 才靠谱 好 他的意思你懂呢 学会英武学舍 第二种 舞弊风险 舞弊风险意味着 要么串通 要么凌驾 已经失效了 内部的信息不可靠了 舞弊的背后就说明 这个内部控制已经稀烂了 对吧 已经烂透了 所以呢 已经不可靠了 只能是通过外部 这两种情况就强调 内部信息不可靠 好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 还没有收到呢 我就要考虑 审计的工作 和意见的影响 所以这里每一句话 大家要掌握 好 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 我不能依赖内部了 对吧 注重获取第三方证据 使外部证据 不能依赖内部的文件 所以应收账款为例 如果有无比的迹象 替代程序 是搞不定的 如果非要做替代程序的话 特别注意外部 比如说 外部的物流单 还有外部的客户的签收单 还有其他外部的机构 总之 不能依赖内部的 好 刚才讲到了 有无比的迹象 如果有教材的 看一看 不用背 现在就是考试的时候 他要描述 就是说 这个无比的迹象 他重点考什么 考 那咱们怎么办 你还是要抓重点 因为教材那么多内容 不要兜找 不需要什么兜 你就背下来 你背不下来的 那么多 我们一定要抓 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 好吗 好 第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的 我审计 ABC事务所审计 还是把这个图 再给大家看一下 ABC事务所 因为我们整个的教材 是谈一件事 ABC事务所审计假公司 现在我审计的是 这个程序是韩正 韩正假公司的供应商 或客户 或者韩正假公司的银行 道理一个样 假定我韩正假公司的客户 W公司 对吧 韩正他 然后我识别 这个行政行发出去收不回 再发出去收不回 然后识别 这个W公司 其实是一个 未识别的关联方 把故事讲得更复杂 好 未识别的关联方 我们认为有舞弊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你指望 他的关联方 来跟你回答 不可能 这个时候 我第一步 逻辑上 有一种可能 W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也许 为什么你的行政行 收不回呢 因为W公司就没有 捏造的 虚构的 好 那有没有 我不能自己说 就要查天眼网 对吧 发现这个W公司是存在的 查得到 好 那么既然查得到 他跟贝斯尼大会之间 是什么的呢 说缺乏独立是什么呢 你们要听懂啊 就是是不是 母公司啊 子公司啊 什么东西比母爱还伟大呢 对吧 好 关联方 母爱 以及关联方 这个是本身无可厚非的 但是我们审计的角度来讲 我是需要一个可靠的证据 对吧 好 第一点 他在不在 第二 他是不是他的关联方呢 好 第三 这个W公司在啊 但是他的业务性质和规模匹配吗 注意啊 表面上讲的这些虚头巴佬的话 实际上都有案例的 哦 什么意思啊 好 老师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就是有一家公司叫万福生科 万福生科 他的行业呢 就像北大荒 他是卖大米的 以大米为主要产品的 然后万福生科呢 他在科上满上市 他上市的材料就照讲 其中啊 后面证据会调查他的时候 比如说万福生科 他有一个客户 比如说这个客户叫W公司 万福生科是湖南的一家企业啊 W公司呢 他是在湖南的某一个城市 比如说常德市 常德市 他这个万福生科 应收W公司多少呢 4800万 给他代销点 卖大米 卖大米 4800万大米 有多少大米啊 但是最后 正经会调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W公司的门面呢 只10平米 那么这就是说 哦 被审理单位万福生科 他的客户 W公司 哦 应收账款呢 4800万 但是这个客户 W公司 我们前往去调查 发现 他的业务的性质和 和这个经营的规模 完全跟这个不匹配 哦 厉害 知道吗 这里都有案例哦 你听不懂是不是 听不懂是因为这个故事 你不知道 你讲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对对对 好 下面再来看 验证 这个W公司在吗 在 跟被审理单位什么关系 啊 管理方 那么他的业务性质和规模 匹配吗 不匹配 蛇吞向 对吧 当然了 蛇吞向 蛇可以吞向 这个问题 我们不展开 但是他不匹配 好 第一个程序 我怎么办 对于含证过程中 发现了舞弊的风险的迹象 含证什么 含证印收账款 印收账款的背后是什么 收入 印收账款的背后不就是收入吗 而收入有舞弊 那利润呢 对吧 好 第二 与其他 与其他来源的地址比较 我将于从其他来源得到的 这个背询认证的地址 和合同的地址比较 有可能呢 变更了 有可能呢 虚构 地址 第三呢 核对签名和公章 因为我担心他是舞弊嘛 他在某个环节舞弊嘛 他签名和公章 核对 第四呢 直接沟通 直接 比如说有一家制造酒的企业 造酒的企业 我们做着快递实际审计的时候 看到他的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厂房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认为有舞弊 那怎么办 前往这个 被寻证者相关的 这个所在地 哎呀 发现他的那个厂房 周围都围起来 外面还做了很多的广告 一看就是这个公司的 W公司的 结果呢 你去 被寻证者 相关的人员去沟通 一般不会给他的管理厂 就跟旁边的老百姓 或者是他的门卫沟通 结果打开 这个 围起来的 所谓的他那一块地 建的厂房 一看那里面是荒草 对吧 就这个意思 直接沟通 前往验证 好 第五 分别在中期和期末 中期期末了解 他的信息的变动 好 第六 获取被审计单位的信用记录 对吧 这个被审计单位的信用记录 那么从哪里获取 这个大家就 就很生活化了 从哪里获取啊 金融机构 获得被审计单位信用记录 加盖金融机构的工章 并与被审计单位 会计记录核对 来证实这个被审计单位 第四 还有一点呢 就是前往这个金融机构 因为在我们中国境内 金融机构 是国家的金融部门 同时他也是有监管的 这个职责的 我们的国有金融机构 都是有监管的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确定 这个被审计单位 确认啊 这个信用 有没有被篡改 因为我们回函的情况 我认为是被审计单位 中间篡改了 调包了 实际上金融机构 他当时填的不是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 好 各位同学 韩正 这一节 不要以为是一节 它可以当成一张的 它是一个准则 1312号 积极指南 应用指南 它还有一个审计准则 问题解答 第二号 很实物啊 准则 应用指南 还有问题解答 实物结合 总的来讲呢 它有五个环节 第一个 决策 这里面是考单选 多选 以及什么 简答题的四项 第二呢 设计 第三呢 发出 发出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发出前 发出过程 然后呢 发出呢 我们要收回 是不是 可能收回 可能没有收回 那积极的寻生函 没有收回 等等 这个里面可能有5B 收回了又有三个点 然后呢 在这个寒证的过程中 有5B的迹象 应对的措施有六种 这一节的内容 不是你随便看一下 一看就懂 一看就记住了 没有 所以我们要 反复看这个讲义 同时 在下一讲 老师还给大家讲 这个简答题 若干个点点呈现 就要到了简答题 下一讲 我们就要打开 本程序 寒证两个字的简答题 是的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 谢谢各位